因此我们刚刚设定可将完成的 LOVE的断面混质的3D模型 我们刚才不是把它转成Aliable Polygon 就是那个N型管 你可以将多余的边面 尤其是面的部分 把它修改 我们刚才是把边线做 移除的部分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适合 做水平跟垂直的区域 如果是圆滑的部分 就不太建议做为什么 因为它还是需要曲断 所以像这个 刚刚讲这一段 像这个圆滑的地方 还是需要给它曲断 所以这不能做 我们要处理的方式 就是这里跟这里跟这里 所以你看刚刚那个图 有没有 这个酒杯模型 像这个地方是一直在 备支线的圆滑 然后包括这边倒圆角 所以像这个地方 就不太适合去做 剪面的动作 所以我们还是给它维持 维持一个比较高的面数 不然它把面减少之后 它反而它的圆滑程度的降低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 我们用LOVE的物件来做一个翻例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用LOVE的指令 就LOVE的产生的物件 去做称这个古典的画框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怎么放样 非常简单 那我现在举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断面的例子 好所以我们的前视图 推到前视图来 然后我们先把路径画出来 顺利按下Create 选择Shape 然后我们去找Retangle 这个地方给它适当化一个大小 因为现在这个物件都比较大 所以单位先不要管 大概这个大小就可以了 按右键 好比如说我去调边凶面板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给它 比如说这个地方给它400好了 Enter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宽度的部分 宽度大约给它600好了 Enter 这大概这个图 这个就是我们的路径pass OK 就是我们整个古典画框的外观 当然稍微比较大一点 好那断面呢 断面我们大概怎么念 我们大概这样做 我们最终的造型是要像这样 这里 我把它放大来画好了 我们最终的造型就是要画一个 这个地方是垂直 然后一个圆角 然后再水平 然后再就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 再画一次好了 这个大家自己捏 OK好那我们这是它的断面 Shape Shape OK那你觉得这个要怎么做呢 很多方式 我们用那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首先呢你画一个矩形 在萤幕上步骤一 你先画一个矩形 然后步骤二呢 他也请你把这个矩形呢 给它编辑 Aliable Sprite 就是可编辑曲线 并且给它加点 这里给它加三个点 加点我们之前讲过用Refy 对不对 然后再来加点完毕之后呢 你把这个中间这个点往上提 就像这样 也就是说这个点把往上提 等一下你要把这个点往上 就会产生这个图 然后左右两侧的点还是留着 OK 接下来第四个步骤呢 就想办法把它捏成这个样子 把它捏成这个样子 OK 所以我们上面可以用那个Vertest 你们用Bezer就被之 然后其他的点用导圆角 Vertest里面的Verted 然后去把它完成 好那这个这里的尺寸任意 因为它断面可以直接关联 然后去调缩放 所以呢我们非常简单 同样请你按着Create 选择Shape 然后选择Rectangle 稍微画一下大小 比如在旁边好了 我们大概画这样 待会就缩小 为什么 因为这样很大 所以到时候你放样的时候 会非常的大 OK 那我们先这样做 然后再怎么办呢 再把它转掉 按滑鼠右键 有一个Convert to 就是转换嘛 Convert to Aliable Sprite 可编辑的曲线 给它执行 好 那执行OK之后 同然你这个地方 是有Aliable Sprite的 你把它打开 我们要先控制一个东西 Vertest 大家看 那个举行直接转 可编辑曲线有一个问题 你选到这个任何点 它都是被字 看到吗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看都是被字的效果 我们要把它给人Conner 所以你把所有的点都选起来 然后按滑鼠右键 你把Vertest 把它给人Conner 这之前我们讲过这个问题 你把它给人Conner 那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被字的干扰 好 然后这几个 上面这两个选起来 不要那么后退 大概拉这样 同时给它加点 那如果说你加点 你要锁到终点 对对 同时终点这个地方 Altok它是三角形 可是我们在Mass里面 它直接就是一个终点的符号 你如果分一个终点之后 它这个地方又一个独立的一段 独立的一段 那独立的一段里面 又可以给它做一个终点 我们就这样练好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找一个MinPoint 就是终点的锁点的那个功能 同时你打开锁点 按这里 这个SAMP按这里 然后按滑鼠右键 然后我们这地方呢 它不是勾Vertest吗 你先Creo Creo 就全部清掉 你去勾哪一个呢 同时我们勾这个 你看到 MinPoint 就是中点的意思 中央点的意思 按这里 这个我大概写下中文 对中点 所以对中点的来做 做锁点 然后Refine OK 好 你勾这个MinPoint 这个MinPoint 然后按打叉 那你现在执行锁点中 那我们去下指令 Vertest 那个分布点怎么办 我们加点 还记得吗 Refine 所以我们找一下 那个面板控制里面的 这个指令 Refine 加点的意思 OK 给它执行 好 那我们现在执行 执行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去选 靠近它会锁点 有没有看到 靠近它会锁点 那你就 出现符号 你把滑鼠移到这里 按左键 这样一次 那就分成两个区段 你看这个区段 跟这个区段 那一样 对于这个区段里面 它们的终点还在这里 左键 然后对右侧的区段 重点在这里 左键 OK 像这样 结束明亮滑鼠右键 不然它一直加点 按右键 让它扶起来 这样OK的 好 然后再结束锁点 不然等一下乱锁 你把它结束掉了 OK 好 那没问题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点选起来 同时我们对它 按Y轴 往上拉 有没有 第三个步骤在这里 OK 往上拉 好 那上面这个点呢 你可以先给它 Smooth 平滑点 就是按滑鼠右键 然后Smooth 然后再给它 背置 OK Smooth跟Bether 这样去调 非常简单 同时大家试一下 那我现在继续 你现在把这个选起来 按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 Smooth 现在一般圆滑 不要直接背置 如果你直接用Bether的话 它那个把手会跑掉 所以我们按这个Smooth OK 那这样是不是 两侧都已经平衡了 按滑鼠右键 再次Bether 就是背置 然后我们就可以按这里 SY面 按SY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动Y轴 你只动Y轴 那你变成说你拉把手的时候 很多同时就 很多同时就没有去按SY面 注意啊 要点这里才对 让它X跟Y都变黄色亮起来 我放大一下好了 你如果进去 这样不对 这样只有Y轴而已 OK 那很多同学就按这个Y而已 那按这个Y的话呢 你如果对着把手按左键 你只能够上下 拖曳 左右没有用 你看啊 它左右它不理你 那如果按X走 按X 那你滑鼠移到这里 它只能够 X方向拖曳 但是上下不行 Y轴就是卡死了 那你又抓狂了 OK 所以点这里 SY 点一下让S跟Y都亮起来 这时候你拉把手才可以 SY轴这样捏 这我们之前有提过了 所以它会拉水平 大概在水平 适当位置 它会给它拉出来 但是你不要拉这么大 我们大概拉这样就可以了 OK 你可以适当调 这个不用那么图 你下来点 好 然后SY X跟Y 然后这样拉 OK 好 这样就对了 好 那再来 我们希望这四个点都干什么 这四个点 这一段 我把它圈起来 这四个点 对 你使用Vertal 对 我们去执行这个 Vertal 就圆角命令 导圆角 圆角 我们可以自己用拖曳的 所以你把这四个点都选起来 当然你可以分开做 比如说我先做外面 先做外侧这两个Vertal 然后去执行 这有一个叫Vertal 这个指令 如果说你是用工程图去配 你可以给它一个正确的字 可是我们是随意捏的 所以我们就按手动按这里 把花鼠移到这边 出现这个符号 这样不对 按着左键不放手上推 请注意 你不要拉到底 我们拉这样就可以了 局部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行 一个水平的位置 然后再把侧面 内侧这两个点选起来 这样选这两个点 OK 然后花鼠移到这里 按左键往上推 适当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待会 在做的时候呢 就是局部圆角 然后水平 再给它局部圆角 OK 这样就对了 好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拿来放样 所以这个要结束 命当花鼠右键 那底下 底下这个地方 可以控制它的那个大小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画面上得到这个图 对不对 然后结束指令 按它 所以我们都得到 目前两个参考的物件 左侧呢 是pass 就是所谓的路径 然后右侧的就是 share 截面 OK 那我们希望 断面的沿着路径呢 去放样 绕一圈 就是变成古典画框的那种 设计图 好 我们看一下3D的部分 所以这两个要结合 loved 那你还记得 流程吗 来 先回到3D这里 就他们两个 首先不管 你要放样谁 两个都一定要先 全部转成同一个属性 就是Aliable Sprite 步骤一 把你画完的断面2D 跟你的路径2D 两个都把它选起来 然后按花鼠右键 全部把它转成 Aliable Sprite 按这里 按它对不对 那这样就可以关联了 然后你要选谁 当然是选路径 因为路径固定不动的嘛 路径固定不动 选路径 然后去执行这个 create 再去执行这个 Geometry 然后Geometry 里面我们用复合物件 找到Compone Objects Compone Objects 好 底下不是有loved的指令吗 放样 断面困层按这里 然后你去get a shape get a shape 按这里 好 那我们断面就点这里 点一下 你看它就放出来了 放完之后 按右键结束命令 按右键 OK 那你看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意思是说 你这里的断面呢 然后沿着路径方向 所以它其实方向的断面是长这样的 就跟我们刚画的是一样的 然后这样一路这样子 长出来 OK 好 我们先调节几个东西 你看 后面是平的嘛 第一个问题 这个太大了 要怎么调 你是否要点它 点它 然后到里面去设定 所以你可以按这个 modify 然后是不是点它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没有去执行sprite 你在外面 在外面直接缩放是没有用的 按这个外部 直接缩放你看 它没有反应 这不对 你必须ed it sprite 把加拿打开 然后选择 然后你要去选到内部的这个sprite 整个变红色有没有 整个变红色 它会跟它里面关联 OK 这样才会关联 一定要执行这个sprite 你也不要忘记 OK 好 所以你把滑鼠移到这里 按这个ZX平面 按它 你看这样是不是增大 那我们就缩小好了 往下拉 让它缩小 你用SY也可以 你避免按错 这样缩小 你有没有看到古典化光出来了 那我们练习的时候 不要太小 因为练习 要看清楚吗 那这样 有没有图就变这样了 OK 当然你可以控制 你可以控它的设定 比如说你觉得 我要变更造型 你按Vertes 比如说我选底下这个点 跟这个点 我就选下面这两个点 然后执行移动 执行移动 那你这个如果把它拉大 你看拉这么大 它等于是这个就往后退 看到吗 OK 因为它断面 那我们大概往上拉 往上拉 大概拉到 这样就可以了 那它短一点 所以图就变成这样 OK 好 那你如果觉得 你希望它的断面 它是这样 然后这是凹进去 有没有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要给它凹进去 所以你是不是就可以点 点上面这个节点 点这里 OK 那我们就控制 这个Z轴 你看往上推就突出来 看到吗 大家注意看这里的设定 大家看 往这里推是不是就突出来 看到吗 那往下凹 然后再往下 你给它凹下去 有没有 图就变这样 它就变这种造型了 OK 为什么 因为它断面 它断面就让我们这样控制下来了 就往下 因为你可以这样子推 往下 好 所以 所以 那个 来 结束命令 有没有 这是我们那个 shape的部分 OK 那你这个图呢 我们看一下来 把这个改掉 改成HFace把它关掉 你看 是不是产生这个古典画框的这样的一个 方样混层 断面混层 但是呢 你如果点这里 你会发现它的面数比较高 2000多面对 知道为什么2000多面吗 来啊 这个把它打开 HFace 因为有一些东西不必要了 首先 它的这个断面呢 这里 它的断面太密集了 就这个线太多 那你要控制那个skin parameter里面的步骤数量 OK 好 所以 那我们继续 然后这个我把它恢复好了 把它做图的比较好控制 先拉出来 大概像这样 好 我们来控制 这个结束的Vlatase编辑 这里 Aliable Sprite 然后呢 我们去控制什么 我们去控制这个 Modify面板 它底下不是有一个叫做 我先把它收起来 这个 这个外面点一下 我们控制这个Lob的物件 你如果怕弄错 你干脆把它搬出来 就刚刚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有三个 三个关联中 这是Lob的物件 然后这个是断面 这个路径的 好那Lob的物件呢 同来我们选Lob的物件 去执行这个 Skin parameter 它底下不是有这个吗 Shape跟Pass Step 就是它的那个步骤数量 同来你可以控制 比如说我们先断面 不要那么大 这个断面 大概给它2就好了 因为如果你给它0的话 它完全没有圆滑 所以大概给它2跟3 好 这样 那你说我怎么控制 控制到底是2还是3 你可以 因为它不是特写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关掉 就是你把这个先关掉 那大概假设你的古典框 要放在这么远 对不对 这个墙壁上 我们墙面 要挂这个 那你可以 在没有边的情况之下 去控制 比如说3 超过3以上是没有意义 因为它就圆滑了 OK 那你到2 2看起来是圆滑 这样就够了 OK 好那Pass 这个地方要到5吗 不需要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给它5 因为当初这个管内呢 它这个地方有圆脚 它有圆脚 所以你必须给它5段 不然它会整个消下去 变到脚 可是你这有圆脚吗 没有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古典画框 它是不是转弯地方 路径是不是垂直 直接垂直嘛 所以我们给它0就好了 所以根本不要任何的这个区段 所以这个地方 给它下降到432 按右键变0 0的话意思说没有任何的区段 这直接就这样一段 这样一段 如果你给它1呢 给它1那变成说 这个地方要多了一条线了嘛 这也不需要嘛 因为我们是整个水平跟垂直 就不需要了 所以给它0 所以你看我现在控制的结果 是不是就变成264 264 那这个要不要再把那个线 转成AD Polygon之后 把那个多余的线删掉 就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线就不用了 但是你在编辑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转到ADPolygon去编辑 OK 好 那我们最后把那个方盒 把它补上去 变成画板 所以回到前视图 回到前视图 然后我们去控制 这有一个 这个Geometry 然后这个地方选Standard Privates 就是那个标准的 这个物件按方盒 突然你就吃进去 在里面 左近按方拖曳 吃进去 放开给它一个扣度 OK 点一下 OK 就像这样 你就得到一个方盒 这边我再画一次你看 前视图嘛 方盒 吃进去 按左下方拖曳 这个不用锁点 在里面 放开给它往上推一个厚度 点它右键解除命令 然后去调节它的厚度 按这个Modify 同样方盒 不用任何区段 人家调高度就好 这个地方给它 拉一个高度 拉薄一点 比如说把这个3D拉出来 你先拉出来看 大概像这样 大概可以自己控制 然后你把它推进去 这样把它组装进去 你看 吃进去 大概像这样 到内部这里 OK 然后后面呢 后面这个如果太大 你可以再改 比如说 到3好了 这样 OK 这样都可以了 这边就是有一个 这个组装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 然后呢 把这个整个选起来 设定同一个数目 颜色还没贴图的 我们给它设定一个数目颜色 比如说 给它使用这个 这个颜色好了 用一个颜色 按一下OK 有没有 整个图都像这样 我们看一下 没有区 没有这个边面模式 显示效果 有没有 大家可以试试练习一下 那个古典画框 跟画板的这个建模 然后到时候 把它群组起来 所以如果你 到时候编辑的时候 你把它选起来之后 给它群组 这里给它群组 OK 但是呢 你群组如果说 你要做的 比较细腻的话 同时这个名字要命名 因为这个名字 你看 LOVE的001嘛 然后这是 房格001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命名 所以我点这里 这里打那个 这个古典 画框 然后这个 里面这个 那古典画板 OK 像这样 然后这两个字呢 等下把它复制贴上 所以 你把这个圈起来 就是 把这个选起来 选起来都群组 然后把它贴上 past 这样 古典画板 和画框 按OK 变成 一个群组键了 大量看看 大家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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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